好 那么国庆日在全台各地迎来了许多庆祝的活动 那么喜爱爬山的民众也借着廉价前往登山 登时候上午一名44岁的男子在嘉明湖的回城当中 不慎摔倒脚踝扭伤 台东消防局获报之后呢 是立即派遣山域专责队前往救援 并在空勤队以及领馆处等单位协助下呢 成功将这名男子救下山并且送医救治 空勤总队派遣的救援直升机 抵达伤者受困区域开始进行吊瓜作业 一年一度的国庆年假 全国各地都有各式活动来庆祝国家生日 而有些爱好户外运动的民众 选择登山健行来好好庆祝 而在国庆当天 一位44岁的男性山友 上午9点爬玩嘉明湖 在准备下山的过程中 不慎跌倒受伤 导致左脚脚踝扭伤 无法继续行走 于是通报消防局请求救援 台东县消防局获报后 立即派出了6名山域专责队成员前往救援 以及通报台东领馆处和高雄消防局派员协助 到了11号上午9点 搜救队接触到了伤患 并开始进行救护处置 接着10点多 空勤总队派出的直升机也赶到了现场 对患者进行吊挂作业 最后在大家合力协助下 顺利的将伤患吊挂下山 并送往医院救治 由于南衡公路全线开放后 当地涌入了许多游客 以及登山民众 台东消防局也呼吁民众们 发生意外时 要立即拨打119或112报案求助 并提供相关坐标位置 登山行程 以及携带的装备与食物状况 来提高民众的救援效率 记者 杏仁 综合报道